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陳優 我們在WEB TV ASIA 網路紅人志 因為本身就是原住民嘛 所以我們家族其實很多人都很喜歡唱歌 然後也希望可以在這條路上能夠走出一個 很好的運動 每次這樣講的時候大家都會以為我也是原住民 真的嗎 真的 那我自己雖然不是原住民 但是我也很喜歡唱歌 就我們兩個都是從小非常喜歡唱歌 然後從小就是臉皮比較厚 就是想要當歌手 大家可能對於好心的印象就是 好像每個人上去好像都蠻容易的 每個人上去都轉轉轉 那其實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 不管是大家在台上有看到被轉身的 甚至沒有被轉身的 我知道是每年都有幾百萬人在報名過程 幾百萬 對 真的 就我們那時候聽到這個節目的導演跟我們講的時候 我們就 真的假的我們是幾百萬人出來的那幾個 可是就其實 可能大家看到都是我們被轉身的那一刻 但其實我們在背後 為這首歌 做了 三個月 兩三個月的努力 就是一直都在唱著歌 一直在 在飯店裡面 就一直在關在飯店裡面 每天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再做這一集 所以我就覺得大家可能沒有看到 後面其實很 很心酸 或是很 就是你去比賽的時候 你看到很多人 在還沒上台的時候 我就被淘汰了 所以我心裡很彈特 就是 常常他昨天還跟我一起吃飯 嘻嘻哈哈 一起去練歌 然後隔天他就被請回去了 我覺得 最平頸的應該是 剛出道的時候 因為就是常常 就是 同學的反應 或者是我們去上一個網路公告 需要那邊網友互動 然後因為沒有人認識 這麼多人會上一個人互動 或者是去校園的時候 大家的尖叫聲就是 稀稀落落的 然後 每個人看著你的眼睛 都是那種 哈瑟啊 的那種 其實你在台上唱歌的時候 會很受傷 你都能感受得到 其實那時候會覺得 自己很認識 對 但我覺得 還好是我們 我們會互相自憑 那你們聽有個人 才那個 很大 很大 藝人大師 好聲音 好聲音姐 因為當時候 真的沒有什麼聲音 然後 經紀人很努力的 去推任何的節目 只要可以上 一定都會像 就算 不是自己 很 擅長的 你就是會覺得 哇要去這麼大的舞台欸 雖然是要跳 就停了 沒關係 真的 我們就是凌晨 都在練 然後 根本就沒有睡覺 而且我那陣子 大爆鬥 因為壓力真的太大 我沒有辦法負荷那個量 因為老師每次上課 教動作都很快 教一下就下一個動作 可是我前的動作都還不會做 那時候 我練到最後最後 已經是前一天要 就隔天就要上台表演 然後老師突然 更改了 更改了一堆舞步 我好不容易把前面九分鐘都練起來了 然後他又突然說 前面很多次全部都要改 就變成我全部要重新整理 我腦子沒有辦法適合 然後我就 越練 越心想 就崩潰了 我現在光想那一段 我都覺得好痛 很心酸啊 可是因為要上小巨戰 又是跨 就是那種過程的演出 你又覺得 欸如果大家都跳那麼整齊 然後之後我自己就亂跳 一定很丟臉 我開始愛唱歌 是因為SH 我喜歡聽音樂也是因為SH 我就覺得 所以我應該要唱偶像的星星 我覺得不管 會不會 他們會不會聽到 會不會轉爆 我覺得這都不重要 就是重要的是 我也要記錄這些情緒 因為我自己在聽到這些歌 我會想到每一個成長的畫面 就是 會一直想到一些畫面啊 然後 然後 我覺得音樂的力量很大 剛開始磨合琴應該就是 個性上的不同 然後要去 完全去適應一個 不是家人 但是又要跟你住在一起 然後一起 吃喝拉下水啊 對啊 就是要去了解彼此的個性 我覺得剛開始這個階段 有磨合一下 但是後發現 我們非常的故意 我看到現在 兩年了 兩年對 兩年的時間 然後 我覺得我們之間 的 默契 已經就是 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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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生的姐妹的那種感覺 我們 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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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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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我們 ayı toes